王一博绿海应援依旧震撼 镜头下低头又搓手 看到原因竟有点好笑 7月31日 和平精英超级悲剂空投加年华 在上海梅塞德斯奔驰文化中心盛大举行 身为代言人的王一博 不仅在前一天上线了超然主题曲空投计划 而且在活动当天 也是带着专属惊喜一起亮相了 随着升降台缓缓出现 王一博手拿信号枪 一身精致潮裤造型 帅气依旧点燃高燃时刻 同时也点燃了全场珊瑚海啸般的欢呼和尖叫 果然比王一博更让人沉迷的 也就只有下一次的王一博了 同样因为临近铺盖的生日 现场摩托姐姐们声势浩大的专属应援 也再一次震撼了所有人 绿色灯牌闪过灯光五美照亮整个场馆 一浪高过一浪的生日快乐 也响彻整个梅赛德斯中心 如果思念有声音 那一定是震耳欲聋 如果对王一博的喜欢有声音 那也必然是如此的响彻云霄 一出现便将所有绿色收入眼底 王一博的好心情肉眼可见 标志性的小奶标疯狂上扬 可爱又治愈 环顾四周 向每一个方位远道而来的粉丝打招呼 听到生日祝福 便悄悄地点头示意 虽不善言辞 但他也用我们彼此都懂的方式 回应了这一场来自四面八方的盛大奔赴 不过即便造型酷拽 在游戏的战场也是大胆果决的一路勇敢向前 但还是抵挡不住王一博情不自禁流露出来的 那甜甜的奶盖气息 刚落座开始准备 与工作人员视线一交会 王一博就迫不及待地表达了自己的小想法 糖 吃糖 接到头位后又立马放进嘴里 像急了上课时偷吃糖的调皮小孩 随后现场直播镜头随着战地记者走过一个个作战区 终于在万众期待中来到王一博所在的战队 并开始采访战队成员时 只见出现在镜头里的王一博频频低头 频频搓手 这一下着实让人有点看不懂了 虽然观战的人有点多 但见惯了大场面的酷盖 也不至于这么紧张吧 而当第三视角的现场照片曝光 所有人才恍然大悟 也是又无奈又好笑 这哪里是紧张啊 这分明就是害羞了吗 四五台摄像机近距离对脸直拍 任谁也不能泰然自若了吧 话说这一场活动虽然不能说情星闪耀 但也是来了不少圈内人 而几个人共用一个摄像师和几个摄像师共拍一个王一博 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一如王一博在场时的灯火灰映和他离场后的萧条暗淡 谁是顶流 什么是排面 一目了然 最后想说 那一片绿海 那一片声浪 还有舞台上那一个闪闪发光的身影 交织成了一道最美的风景线 你在台上尽情闪耀 我在台下用漫天星光为你加冕 不也正是双向奔赴最好的模样吗 以后也都去正式的场合 好好的见面吧 永远专注自家 永远爱博但不博爱 任何搬运抄袭必揪 图元网络如有不妥立山 哈喽